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充满了浓浓的爱情气息 但是同样 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春节过后的又一个重要节日 元宵节 虽然纽约刚刚迎来了一场大风雪 但是今天天空作美 不仅雪停了 太阳也出来了 在曼哈顿华步的街头 虽然行人不多 但是依然有商家挂起了灯笼 因为在中国 小孩子点灯笼 大人们赏花灯 都是元宵节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 高节的重头戏 更少不了北方的元宵和南方的汤圆了 在华步的一些超市里可以看到各种口味的冷冻汤圆 位在美国纽约的华人 添了一丝家乡的味道 今天这个节夜 我们喜欢吃汤圆的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个信息物嘛 都是喜欢吃这个汤圆 芝麻啊 还是花生啊 红豆也喜欢 在一些餐馆里 也为就餐的顾客们准备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汤圆 今天因为是情人节 我们都准备了那个汤圆 汤圆完了 今天晚上如果客人来吃的话 我们都会送他们汤圆 据悉 这次中国元宵节和西方的情人节牵手共度 是19年才巧遇的一次 但这样喜上加喜的巧合 却给恋爱中的年轻人平添了几分甜蜜的烦恼 到底是陪家人过元宵节 还是陪另外一半过情人节成了一个单选题 不过 不管怎样 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充满浓浓爱意的节日 华语电视记者 莫威 纽约采访报道 由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主办的情人节庆祝会 14号在区长办公室盛大举行 这个由前任布鲁克林区长马克维兹 首创推动举办的情人节庆祝会 每年都会邀请结婚超过50年的金婚夫妇 齐聚一堂 以香槟庆祝美好婚姻 在每年的情人节都会邀请结婚超过50年的金婚夫妇 举办香槟庆祝会的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 14号再度邀请了区内100多位的老夫妻 再许终神誓言 这个是由前任布鲁克林区长马可维兹 首创推动举办的情人节庆祝会 今年也不例外 14号是新任区长亚当斯就任后的首次举办 亚当斯表示 希望这项优良的传统能够继续维持 不分族裔共同庆祝这美好的日子 他也鼓励更多的纽约人 到布鲁克林成家就业必向大家贺解 出席活动的夫妇是来自布鲁克林区各不同族裔的代表 其中来自中国台山的华裔夫妇梅贤天与朱立青 因携手共度58年婚姻 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 在华部从事餐饮业事业有成的梅贤天 也特别为这项活动捐赠了一个大蛋糕 并与亲友们一起欢庆58年的结婚纪念 两人虽然已是老夫老妻 但在公众面前也不避讳的秀恩爱 并表示维持和谐婚姻就是要相互包容与忍耐 结婚58年 前后你又行街又61年了 希望以后我们两夫妻60周年 开始抢你来 出席活动的第一保健执行总裁霍斯表示 希望与会夫妇分享美好婚姻经验 让年轻一代学习维持长久婚姻 目前人是黄金单身汉的区长亚当斯大区的说 看到许多长者美满婚姻 他也该考虑结婚了 参加活动还包括来自布鲁克林281初中的学生义工 及区长社区关系助理郑其荣 区长表示将在任内推动日落公园八大道的牌楼建设 并指定郑其荣为活动大使 希望区内的民众一起庆祝中国新年 这就是布鲁伦的精神 所有的居民都是大家庭的成员 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 提升布鲁伦的文化魅力以及经济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田 纽约采访报道 昨天纽约市又遭受了一轮暴风雪加冰雨的袭击 今天气温回升 容雪速度加快 楼面泥泞不堪 华部商改区清洁队伍加班加点清洁路面 但收效甚为 入冬以来 纽约市已经遭受多达32次的风暴袭击 这比每年二十几次的平均值高出了很多 平均积雪量也比常年高 昨天从早上开始 暴雪伴着大风再次袭击纽约 下午十分又下起了冰雨 路面因为雨雪的关系 变得泥泞不堪 今天气温回升 加速了容雪的速度 每个过街的路口都充满了积水 路人只能一步一驱地小心行走 华部商业改进区的清洁队伍 加班加点 清扫华部人行道和萧火栓附近的积雪 但是收效甚微 人马不够 可是很吃力 因为我们有几百条街的行人道 然后还要把这个消防权 这个发芽汉水也要清掉 然后这个路口也要通掉 那你就算把它清掉那个雪 它天气软和像今天一样 它又变成水 那水你就算把水少掉 它还是再浓化再过来 所以这个是还有那个pot holes pot holes 纽约市政府每天再补几千个pot hole 然后还有我们的排水道是很旧的 就是一百年前的这个排水道 那迟早要换新的 那要换新的时候 又是要弄得很麻烦的这个 明天纽约市又将迎来降雪天气 漫漫长冬 不禁让广大纽约客们问一句 春天到底在哪里 华严地市记者赵璐 纽约采访报道 按照传统元宵节一过 眼看着中国年就算过完了 那大家的生活也要逐渐忙碌起来 中华公所历来的免费报税服 在今年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随着报税季节的到来 记者今天特别来到了中华公所内 了解了中华公所历年来 所提供的免费报税服务的变更情况 据中华公所的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需要报税的民众可以选择到曼哈顿以下的三个地点 享受免费的报税服务 第一个地点是曼哈顿必大道的第三街37号 夏东城人民联邦信用联盟 每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下午5点到晚上9点 第二个地点是在曼哈顿休斯顿街和史坦顿街之间的爱伦街189号 大学牧林之家每逢周三下午5点半到9点 以及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第三个比较方便华部民众的地点是在茂比利街的70号三楼 4月5日之前每逢周六的早晨10点到下午5点 符合资格的民众包括在2013年单人收入低于25000元 家庭总收入低于52000元 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原件 配偶及家属公卡 报告税号 以及所有的2013年W2和1099表格 便可以去以上三个地点享受免费的报税服务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拨打中华公所电话 212-226-6280进行咨询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纽约采访报道 接下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和中国国民党美西南支部 共同举行春之饗宴新春团拜 国民党中央委员联盛文也到场担任嘉宾 当天席开二十多桌 青天白日起以及鲜花布置的会场热闹洋洋 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朱病云 特别像侨明拜年 也说了未来嘉台联有一系列的健康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嘉台联有规划了很多的活动 大部分我们都是照顾我们的乡亲 我们是时时关心台湾处处照顾我们的同乡 所以乡亲朋友在海外的话 从台湾来的从各地来的支持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规划了很多的活动 除了有这些团拜 我们还有三月将会有一个新手相连 登峰造极马年我们会有一个践行的活动 还有四月呢我们将会支持一个海华运动会 大家一起全民来运动 国民党美西南支部轮值常委林秦金将军 也恭喜民众马上发财 他说目前党内并没有对台北市长人选进行正式的提名 但是一旦完成提名程序 所有的成员都会尽全力复选 由于现在是在党内还没有正式的提名 还在初选都还没开始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 在就党务系统来讲 目前是保持中立的情况 只要是党内完成的初选 那相信呢我们所有的海外党部跟其他党部一样 都会全力的冲刺来协助所有的候选人 当天众人的焦点连胜文说 有七年没有到洛杉矶了 加州和台湾的血缘关系非常的深厚 是台湾最密切的好朋友 在这里每一位心情耕耘的侨胞都非常了不起 经营辈出 融入主流 同时对台湾未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我们很多朋友在南加州 那我想这个LA跟Urbine这边 就是南加州来讲 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不管是血缘上文化交流 经贸交流各方面来讲 我想南加州可能是所有台湾海外 跟台湾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地方 甚至讲全世界跟台湾关系最密切的地方 可能就是南加州这里 先要祝福大家就是这个马年 这个新年一年 除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之外 也希望大家在事业上马上能够成功 最后林胜文特别向华语电视全美的观众贺年 我们祝贺所有华语电视台的观众朋友 这个新年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马年成功马上发财马上快乐马上开心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